好,我们来看这一题啊,它说一个瓶子里面原本有五分之四L的水 然后Lisa喝了十分之一L,喝了就少掉了咯 然后再加二分之一的水倒进一个杯子 它也把那个水倒去别的地方,所以瓶子里面的水也减少了 所以在这一边呢,它就是减 所以在这一个的题目的时候呢,我有五分之四L减掉十分之一L 再减掉二分之一L 然后我们在这一边看它的分母有五二分十的时候呢 你就心里想,那个二的倍数它有二四六八十 然后五的倍数就五十,十的倍数就十二十 然后在这一边里面呢,它们第一个一样的那个号码是什么? 它们第一个一样的号码是十,OK,十是它的LCM 所以我把它分母都换成是那个十,OK 然后它就会变成那个一样了,它分母就一样了,就同一分 然后这样它就会变成了十分之八L减十分之一L 再减十分之五L,所以八减一七七减五二,所以它会变成十分之二L 然后我们知道就是说在分数的做法的时候呢,我们一定要把它换成最减分数 所以在这一边我们知道二其实是一乘二,然后十乘以是五乘二 然后我们这边越减一二二五二十,所以它就会变成了五分之一L,就是这样 然后这一题其实它还有更快的方法了,OK,我有让你们去背,就是说五分之四呢是0.8 然后那一个十分之一呢是0.1,然后二分之一是0.5,所以你就直接0.8减0.1,就0.7L减0.5L 然后它就直接拿到0.2L,0.2L的时候呢,我们知道它是五分之一,OK 好,所以这样是比较快的方法,就是说你分数你懂得把它换成小数的话 你在这边,哎,这个是0.1,这个是0.2,这个是0.3,这个是0.4 好,直接0.2啊,这个我就直接拿到是B了,也不用从那个分数换成小数 OK,我只是把这个分数换成小数,我不用把小数换成分数,这样,OK,好